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桃园的郑先生 因为吸食还有转让毒品 然后入狱服刑两年多 在2018年出狱 但是去年 他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 朋友偷偷地告诉他 一个事情就是让他不能接受 那文婉她朋友跟她说了什么 她朋友就有一天就跟她讲说 你知道吗 你去服刑两年多 你有没有想过 你老婆靠什么维生 不啊 你就在按摩店 给她按摩 靠什么维生 很辛苦 说没有 她在给她做手工排毒 我先讲说 这个新闻本身有很多的暗语 大家 待会儿再慢慢跟大家 解析跟解破 他就讲说 他在帮人家做手工按摩 简单 手工排毒 意思就是说 帮人家打手枪 那这个事情呢 这个先生呢 他当然听得非常晴天逼地 他不能接受 你等于是背叛婚姻的忠诚 然后你会想说 那你 那他这个朋友怎么会知道 他在帮人家做手工排毒 原来是因为他这个太太曾经 其实有被判过 所谓的反坏风化的这一个 这个刑者有犯案就对了 其实先生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他真的还真的去调 那个案件出来 一看不得了 你罪证确凿嘛 所以他拿了那个案件的判决 本身他就去法院 告他的老婆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 他对不起他 而且求偿十万块 结果后来呢 法院就判赔了六万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呢 太太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 跟不能接受 她说你有没有想过 我嫁给你 你真的因为他 你看得出来嘛 他吸毒 然后再包括转让 所以其实他三不五十 他就是驚驚驚驚驚驚 不是四年就四个月就几个月 所以他就是 其实那个二零 二零一六一直到 就是后来的这一段 其实四年 其实后来假释才提早出来 可是他就是三不五十 其实都不在身边的 所以这个太太呢 就喊冤说 我为了要养一对的儿女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 去工作除了按摩 帮人家按摩之外 推身体之外 我真的就有做这个 所谓的帮人家手工排毒 那但是他说为什么觉得 他不应该赔这个 他说因为他没有尽到 父亲的责任跟老公的责任 不然我也不用这么卑微 因为我为了要养家活口 所以我认为我不应该 我可是是为了减免 或者甚至就是说应该把那个金额判低 好 可是呢 那个什么 这个太太还有其中有一个辩 辩驳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案件被判 我也是觉得很衰 因为我又不是现刑犯 怎么讲不是现刑犯 他说当时呢 这个案件的成立 不是说他在帮人家打手枪 被人家冲破 然后当场那个人章取或 就是就是现刑犯 他说不是 是因为警察钓鱼 他来说他要按摩 他说没想打手枪可以吗 可以手工牌头可以吗 他说可以啊 加五百 然后加五百 那如果是半套呢 好 反正呢 简单讲 他那巨细迷里面提到的 所谓的ES 零点五跟零点三 然后呢 当下呢 这一个当事人 这个太太 他都呢 第一时间呢 对打如流 就对打如流结束之后 这个警察就现出原型说 我是警察 所以你就是就是妨碍风化 所以就依照这样子 把他就钓鱼钓到就对了 就判刑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个你就无从辩驳 那表示你这个已经是 变成你的职业了 你应该已经从事这个 所谓的类似比方说 ES 零点五零点三 这种专业的术语 你熟成这样 那你就是熟门熟路 所以还是判定他有刑责 妨碍风化 好 那为了这个新闻 我特别去查 其实呢 ES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做S啦 就是One Sex 就是说我跟你做全套 叫做ES 一二三的一 然后一个S 对 一个S 对 然后呢零点五是什么 就是半套 帮你完成你想要的目的地 拿到 把土排掉 对 把土排掉 真的是毒吗 对 然后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你看人家 刚刚那个阿公阿嬷 多想要那个毒 对 好 再来就是呢 所谓的零点三 这个就很特别 他们说零点三的由来 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然后他们男生 这个产业叫做零点三 就是我们所谓的打手枪 就是只光靠手 来帮你这个 光靠手就零点三 如果半套就零点五 零点五 对 然后还有One Sex这样 所以这个TOTALLY 这个是题外话 所以这个太太 其实还是要被判六万块钱 但是还是可以上诉 有意思是这样伤害有公平 其实我法律上面 当然是个案去判断 今天是老公告太太 例如说侵害配偶权 那太太确实有做了这些性服务 所以导致他损害的婚姻 所以被判 可是同样的太太 也可能可以去告老公 你去入肩服刑 没有抚养家里 这些抚养费用 是一码归一码 那可以告他什么 他通常就是告 例如说我要抚养费或赡养费 如果太太真的无以为生的话 去告先生 只是说真的这个先生都吸毒了 他能够有什么钱可以给太太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过说实在看这个案件 其实我们当律师处理这类案件 真的是社会的另一个缩影 我们常常处理到 例如说老公是赌博 或是吸食毒品 进出监狱 或者是人就会跑路 那太太怎么办 我们遇到尤其很多过往是大陆的配偶 或现在的外籍配偶 他们在台湾可能还没有身份证 也没办法工作 没有办法拿到合法的工作 所以有的是什么 卖槟榔 就要穿得很性感去卖槟榔 那旁边还带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那或者是去酒店陪酒 或者是像这种去按摩店 那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收入 因为你如果单纯唇按摩 其实收入可能不会很高 那希望有更多的收入 他们就会做这些比较特殊的服务 那其实这种状况都是彼此一种无奈 说实在的 我们也很少说这个太太 是本身就想做这件事情的 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小孩 所以如果我们过往遇到这种案件 一定有一个很小的孩子 那他们这个太太本身也没有 比较好的经济能力 可以做好一点的工作 所以就会往以身体 卖身体 或卖自己的道德 来做一个换取金钱的方式 那在这种状况下 你说这个老公 他对他的太太的确是很不希望 他这么做 可是有更好的选择吗 所以我觉得有某个程度上面 遇到这种案件 你看法官判六万块 某个程度也是法律上 我必须要判你 可是我就只能判意思意思 因为我知道你有的无奈存在 对那相对于说像这个婚姻 说实在的 如果太太去告老公离婚 其实法律上也会成立的 因为老公只要有这个判决 有罪 有入监补刑 其实也是都可以判的 但是最惨的就是 留下那个小孩该怎么办 不是现在男朋友的责任比较大 当然啊 当然啊 他竟然去吸毒还关起来 然后他还去不谅解老婆 金西亚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法官的判陪 实在是因为法官的理由是说 谋生的方式有很多 那我看过这么多在监狱里面的老公 他们的老婆也没有每一个都去从事 这样的手工排队的行业 可是这让我想到五个字叫做 何不食肉迷 意思就是说 很多时候对一个女人来讲 如果他没有任何的技能 那他要抚养孩子 他需要在短时间之内拼CP值高 时薪高的工作 你能够叫他去做什么 你要让他去做Uber Eats吗 还是去做外送 他要有机车 时薪要 还有驾照 对对 还有驾照 在一个小时 对 他一个孩子要带个孩子 一个小时以内 如果他今天做手工排毒 他说如果说设一次是加五百 等于说一个小时 他可以赚两千五 这对他来讲是符合经济效益的 为什么 当然我们说 撇除这个防害崩化这件事情 法官还判赔六万块 六万块我算了一下 一个小时服务一支老二要两千五 那我要服务二十四支 法官你觉得你这样子合理吗 我今天已经告诉你 我没有谋生能力 你为什么这样 用数学来算 我这六万块的这个罚款 我要怎么赚 那我是不是又要去服务另外二十四支 量化你才有感觉 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 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 我只是提出来跟大家 真的 去判断一下之中 我们不是说他今天没有犯错 可是要考量 知道背后的动机跟苦衷 到底是什么 好 人区他在法官问案的时候 他有说 他说收费是一次 设一次是两千块 那第二次就加收五百块 所以他说时薪应该是两千到两千 对啦 那可是他说大部分都不用到一小时 那就是说一小时还可以接一到三个客人 五千 你在算什么 再算一下 黄医师你在算什么 时薪可能比我当医生多 黄医师 我很认真 你看看我们气质想问你 他说如果你也遭遇生活困难 你会帮忙人手 人工排毒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很容易被客诉 然后或者是说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选择做这个职业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就像法官看的立场是 你怎么不去做保险 或是你怎么不去七十一 或者说你怎么有那么多的工作可以选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手工排毒 但我自己想要问自己的就是说 如果我也处在跟这个太太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有没有可能做得比她更好 搞不好没有办法 对 那只是说我自己 如果按照我目前的情况来讲 我会第一个质疑的就是说为什么损 为什么她的行为有损害婚姻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更更开放一点来讲吧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因为生活的困难 然后去做手工的排毒 这样的行为在以前当然是损害婚姻 可是我们未来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单亲的家庭 或者是说这样子的家庭 给予其他额外的辅助的时候 那他们的这些行为其实是帮助婚姻吧 因为去做才有钱进来 然后钱进来之后 小孩他们就可以养 那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去帮助她养小孩 所以她这样的行为就她的立场 或说对我们社会难道她的行为 就真的是损害婚姻 不是帮助婚姻吗 我会这样想 是就是只要老公扛起责任 不要去吸毒 好好的工作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而且我觉得这个太太 某种程度还是有在顾及老公的颜面 要不然她大可下海 对 真的 下海不是要赚更多吗 对 然后当然就是用帮人家手工排毒 这个有点争议 可是老实讲外面要 她要一个一个单亲妈妈 要顾两个小孩 要生活可没那么容易 太难了 对不对 好